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olle Koffer 指的是满满的箱子 这里之所以词谓是A 是因为 Koffer 是一个附属名词 Volle Koffer statt Volle Konto Konten 是Konto 账户的附属形式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之所以前面的Folle 词谓是AR 这里的Folle 词谓是AR 是因为Stadt 后面加的是第二格 而Konten 是一个附属名词 附属名词第二格 前面没有定管词的时候 形容词词为AR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取代满满的银行账户的是满满的箱子 什么意思呢?后面一句话进行了解释 Di Deutsche sparen weniger und reisen mehr 德国人省的越来越少了 取而代之的越来越多的去旅行 好 这是这段话的意思 接下来 在这句话中有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Jeder Fünfte 一个是Mehrfach 这两个知识点呢 我们会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单独的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Laut 注意一下 和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大声的 那个形容词的Laut 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它的意思是根据 后面加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 Laut eine Umfrage 根据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 Wa jede Fünfte? 我们之前学过五分之一 Ein Fünfte Ude eine Fünfte Jeder Fünfte 意思是一样的 五分之一 但是呢 词尾要进行变化 变化的规则 我们在看完文章之后 给大家讲解 五分之一的人 In vergangenen Jahr in vergangenen Jahr 在过去 Mehrfach unterwegs Unterwegs sein 指的是 在旅途中 在路上 Mehrfach 表示的是多倍的 数倍的 关于倍数的表达 也是在这篇文章 看完之后 会给大家来讲解 这两个知识点 OK 整个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根据 向民意调查显示 在过去 在过去有五分之一的人 旅行的次数是以往的数倍 好 Stat lange urlaube sind Korstrips am liebsten Stat lange urlaube 取代 取代 长期的 长时间的 旅行的是 Korstrips 这种 短期的旅行 长期的旅途 被取代 短期的旅行 成了大家的最爱 好 这是这句话 接下来 Die Reise lust der Deutschen steigt weiter Lust 指的是兴趣 Reise lust 旅行的兴趣 旅行的热情 德国人旅行的热情 持续的高涨 Steigt weiter Laut Stiftungsleiter Ulrich Reinhardt is vor allem die gute kontur für die zuname verantwortlich 又用到了Laut 根据 根据谁呢 Stiftungsleiter Stiftung 指的是基金leiter 负责人 Stiftungsleiter 指的是基金的负责人 就是由这个机构 举办了这样一个umfrage 来进行调查 那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呢 他叫做 Ulrich Reinhardt 据他所说 is vor allem 主要是 最重要的是 Die gute kontur für die zuname verantwortlich verantwortlich 指的是 对什么负责 对什么承担责任 如果是直接翻译这部分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 好的经济形势 对这个增长 也就是对我们 旅行热情的增长负责 翻译过来 我们议议一下 实际上 这部分也就是说 旅行热情的持续的高涨 背后的原因来源于我们经济形势的好转 注意这个单词用法 verantwortlich ver etwas 对什么负责 对什么承担责任 如果我们单单看到这个单词 verantwortlich 自己查 词典 知道 它加上借词 fure 就到此为止了 可能我们自己在造句的时候 不会想到 表示原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 fure and fortlich fure 这个表达 那看到这句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 以后表示 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用到 这样一个表达 contour 指的是经济形势的好转 经济的繁荣 好的 这是这里字画的 限定 再来 depends 在计计计的计计,英国政府给2013年约1 062 员受到的依旅 这句话很长,我们慢慢的来看。 在这里我们不用LOUT,要换一个单词,用NACH,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根据这个基金会,也就是这个组织民意调查的这样一个机构的计算,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动词也是支配前面逗号以前这整句话的结构叫做 可分动词指的是给出,花费,谁给出呢? 德国的民众 MIT durchschnittlich Durchschnittlich指的是平均的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基金会的计算调查,2013年,德国民众在旅行上面的支出是1062欧。 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这个平均数呢, allerdings etwas weniger。 要少,少于什么呢? 后半部分给你来解释。 后半部分给你来解释。 这些基金方面的投入,甚至要比这一年多31欧。 这样一来这两个部分,意思我们都明白了。 把这段话整合一下,也就是根据这个基金会的调查,德国的民众在2013年的支出平均数呢是1062欧。 但是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数的支出呢,比上一年要少。 在上一年的时候,人们在这个方面的支出呢,要多31欧。 刚才呢,我们说了,德国人民旅行的热情在不断的高涨。 这个热情的背后原因呢,是一个gutter contour,是一个好的经济形式。 而这段话呢,我们看到,2013年他们在旅行方面的投入反而比上一年要少。 这看起来似乎是相悲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的。 好。 好。 这样一种下降,一种退后。 这里的下降呢,指的是在支出方面。 刚才上一段所说的2013年在旅行方面的支出要比上一年要少。 那这个少的部分,机构是这样给出解释的。 这个表达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记下来。 它的意思是中下层的,收入处在中下层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去实行他们的旅行计划了。 。 之所以在这里,词为是ER,是因为这是一个第二格。 。 属于下层和中层的收入水平的人们。 他们可以去 用作,指的是实现,实施自己的 自己的旅行计划。 好。 接下来。 此外呢,我们旅行的时间, 持续的时间也减少了。 Kurztrips werden immer beliebt. 注意下这个单词的发音。 Kurztrips。 根据我们德语单词的发音。 这种短期的旅行呢,越来越受欢迎。 。 Kurztrips Kurztrips Kurztrips